再见 感觉上显得更渺小呢 他们就把舞台周围的这些 垃圾堆里面的东西做得特别大 嗯 这么比例就相对的小了 剧院中这样放大的道具 多达两千五百多件 而且分布在观众席的四周 让观众们感到 他们已置身于垃圾堆里 现代的百老汇艺术 正是在剧作家 作曲家 演员 化妆 舞台 音响 灯光设计等各方面艺术家的 共同创作下 成为视听的全方位的享受 成为观众席数比在20亿美元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费翔 我觉得猫这个剧啊 从始至终都想缩短台上与台下 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我记得这个剧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各种各样的猫啊 从四面八方观众洗礼 慢慢都爬到舞台上去 有一些呢 它还会坐在观众的膝盖上 给你挠挠痒痒啊 给你做鬼脸啊什么的 你知道观众看猫的时候呢 往往就已经忘了这些是演员了 都完全拿它们当猫一样了 有没有把自己觉得也像猫了 那倒还没 别再出现 有没有把自己觉得也像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